时隔七年 美飞重启在南海的海空联合巡逻 借力美国试图修复坐坛军舰 纠集邻国妄图自定南海行为准则 菲律宾动作频频 想在南海制造怎样的事端 哈以双方达成放人换停火协议 袈裟地带将赢四天停火 内塔尼亚湖放话战事仍不会结束 直至消灭哈马斯 短暂窗口气候 巴以冲突又将如何博弈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 就在今晚 各位好 我是何姐 我是金嘉瑞 欢迎收看 11月21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 并发表题为推动停火止战 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加沙地区的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 当务之急 一是冲突各方要立即停火止战 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释放被扣押平民 避免更为严重的生灵涂炭 二是要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 向加沙民众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 停止强制迁移 断水 断电 断油等 针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三是国际社会要拿出实际举措 防止冲突扩大 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稳定 各方应该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要求 落到实处 习近平强调 解决巴以冲突 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 落实两国方案 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力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合会 凝聚国际促合共识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习近平指出 中国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已经推动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 要求延长人道主义暂停和人道主义走廊的期限 保护平民 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等 习近平强调 今天我们就巴以问题 协调立场 采取行动 为扩元后的大金砖合作 开了个好头 中方愿同其他成员一道 开创金砖合作新时代 南非总统 拉马福萨 主持峰会 巴西总统卢拉 俄罗斯总统普京 沙特王储 穆罕默德 埃及总统塞西 伊朗总统莱西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以及印度阿根廷外长 预会 预会领导人对巴以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呼吁立即实行持久和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建立一个具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号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路易斯·阿尔维托 拉卡列波乌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拉卡列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拉卡列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拉卡列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 将中乌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2023年是中乌建交35周年 和乌拉圭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5周年 中方院同乌方一道 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新起点 新坐标 提升双边关系水平 丰富两国合作内涵 将中乌关系打造成为 不同体量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 双方要密切立法机构 政党 地方友好交流合作 以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为契机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培育服务贸易 数字经济 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新动能 推动中乌共建一带一路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习近平指出 中方高度重视中拉关系发展 赞赏乌方一贯积极参与中拉整体合作 支持南方共同市场等地区组织 同中方密切政治对话和经贸合作 希望乌方一如既往促进中拉和中南合作 拉卡列表示 乌中关系已经超越经贸领域 呈现出多维度高水平发展的良好态势 乌拉规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 希望加强经贸、科技、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服务投资新业 乌方愿为推动拉中关系发展和拉中论坛建设 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贸易投资、市值经济、绿色发展、农业、卫生、教育、文化、科技创新和海关检验检疫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拉卡列访华期间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拉规东岸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1月22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 习近平指出 明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不断深化永久木林友好 全面战略协作 互利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 为两国发展振兴注入新动力 为世界繁荣稳定 提供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 加强立法机构合作 对确保中俄关系行稳致远具有重要作用 希望俄罗斯国家杜马同中国全国人大 加强立法经验交流 为双方合作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支撑 保障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 沃洛金表示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和党级交流合作 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深化人民友谊和互信 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 提供有利法律保障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进入焦点对话 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再度升温 当地时间11月21号起 美菲两国军队在南海展开 为期三天的联合海空巡逻 飞方高调宣称 这是自2016年按下暂停舰之后 美菲联合巡逻的首次重启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将这一次联合巡逻 定义为加强两军互动合作的重大举措 而消息显示 这一次联合巡逻的线路 是从距离台湾约100公里的菲律宾 最北端岛屿 雅米岛开始 向西进入南海 时隔7年 美菲再度开启联合巡逻 与2016年的那次相比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2016年4月14号 时任美国防长卡特在马尼拉 与时任非总统阿吉诺三世会晤后 对媒体宣布 两国于三月在南海展开了联合海事巡逻 而进行海事巡逻的主要装备 是双方的海警船 当时五角大罗还称 与菲律宾在南海的联合巡逻会常态化 但2016年6月 杜特尔特出任非总统后 立即叫停了与美国联合巡逻的任务 杜特尔特称 不允许非军队与外国军队 在南海争议水域和中国起矛盾 直到今年2月 美国防长奥斯汀 在访问菲律宾期间 双方同意恢复在南海的联合巡逻 根据非军方透露 昨天起 非方出动三艘海军舰艇 两架FA-50轻型战斗机 和一架A-29B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 美方出动一艘B海战斗舰 和一架P-8A反潜巡逻机 在南海展开联合巡逻 与7年前的相比 美非两军出动的装备 都带有进攻属性 分析指出 这次联合巡逻 是菲律宾正在加强防御姿态的表现 可能会加剧南海地区紧张局势 针对美非重启南海的联合巡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回应称 中方已向非美两国表明立场 联合巡逻 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的是 特约评论员王强 王强你好 你好 两个层次 一个是相比2016年 这次美非联合巡逻的装备 是大幅升级了 那么另外一个层次 是线路的问题 从靠近台湾一侧的 菲律宾岛屿 出发进入南海的线路 怎么来解读 美非这么做的目的 我想菲律宾的这个举动 凸显了菲律宾当局 现在的一个政治投机行为 我们知道菲律宾 这是在明目张胆 引发更大范围和正深程度上 和中国的矛盾 我们知道中非之间的 南海主权争执 它的焦点在于仁爱教 这件事本身就是菲律宾当局 在1999年5月9号 借我们中国大使馆 遭到袭击之后 趁机一个偷鸡摸狗的行为的结果 2016年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上台之后 看到美国当时在 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 于是再次借机 与美国在南海进行 南海进行一个联合搞事 这次我想同样也是这样的原因 原本中美两国元首 已经就中美两国关系 设定了一个基本的 相对稳定的框架 但是菲律宾看到 其中关于地缘政治当中 两国实际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分歧 于是在美国的怂恿之下 进行了这一次 所谓的联合巡航 而他选择靠近台湾 菲律宾岛屿出发 无非就是狐假狐围 各自所求而已 菲律宾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单独承受来自解放军的 这种军事压力 那么他从台湾出发就给了一个美军 更广泛介入其中的理由和借口 但是我们从双方这次出动的 兵力和武器装备上来看 这种联合巡逻 其实更像一个走秀行为 因为双方的四架飞机 两架是螺旋桨飞机 它的A-29攻击机 本身就是一种螺旋桨的教练机 作战半径只有500公里 再大量也就是几颗炸弹而已 而引进韩国的FA-50也是教练机 它只有有限的空战能力 派出来的四艘海军的舰艇 都是一些近海作战的非主力舰艇 因此他们这种所谓的进攻性 在我看来恐怕只是适合 在菲律宾南部进行 惯恐作战的一种行动 所以他们真正想要威胁的目标 实际上是难以产生 任何实质性影响的主持人 好 刚才你也提到了 2016年阿基诺三世 开始做这样一个联合巡逻 然后杜特尔特时代暂停 现在又开始了 是您所口中所描述的走秀 我们想了解的是 其实今年9月份 他们已经进行过一次联合的巡航 那么这样的走秀 今后它的内容还会升级吗 我想这种升级 或者是这种以后的走秀 就取决于中美两国关系 是不是能够在地缘政治当中 彻底的稳定下来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 中美元首的峰会当中 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已经就在 相关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共识 在一些地缘热点问题上 其实还是存在一些结构性的 难以调和的这种矛盾 因此美国实际上没有放松 在地缘冲突当中调集于中国这种矛盾 把菲律宾当成马前卒 是它的既定战略 在这种既定战略引导之下 我想美国和菲律宾军事合作的 这个程度和烈度 只会升级而不会降低 好的谢谢王强 联合巡逻之外 对于在仁爱交非法坐滩的 菲律宾军舰 美国也要插手 环球时报援引日媒报道称 美国已经开始就菲律宾 修复非法坐滩军舰 提供建议 菲律宾高级官员透露 菲律宾与美国已开始就该船的结构进行非正式讨论 作为起草具体修复计划的一部分 根据讨论 美国将在修复工作进行期间提供所谓材料运输 安全保障等协助 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称 美方完全支持马尼拉修复这艘老化船只 并愿意应非方要求提供援助 仁爱礁地处南沙群岛 隶属我国海南省三沙市 1999年5月 菲律宾退役军舰马德雷山号 以搁浅船身损坏为由 开始长达24年的非法坐滩 今年以来 非方船只已多次擅闯仁爱礁海域 企图向坐滩军舰运送加固物资 而在非方挑衅背后 总有美方撑腰 上个月底 中国海警船依法拦阻菲律宾 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违规建筑物资 美国国务院罔顾事实发表声明 为菲律宾侵权挑衅行为站台背书 今年8月5日 非方派两艘船只擅闯仁爱礁海域 美国国务院声称 任何对菲律宾政府船只 飞机和军队的攻击 都将处罚美飞共同防御条约 那么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上任以来 美飞军事勾连持续升温 今年3月 菲律宾同意让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增至9个 其中5个在面向台湾的吕宋岛 两个在面向南沙群岛的巴拉旺岛 近日有消息传出 美军可能将获准进入更多的菲律宾军事基地 而在军事行动上 今年4月 美飞举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 肩并肩联合军演 高调宣誓美飞军事同盟的关系 此外美飞还多次拉拢 日本 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国进行联合演习 在南海拼凑小集团小圈子不断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这期的访谈我们要来连线的是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的主任胡波 胡主任您好 你好 美方又有新的做法 他要提出对菲律宾修复非法坐摊船只 要提供材料运输 安全保障等等协助 首先想请问您 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供这些协助 您怎么来预判 首先这个消息我觉得还有待考证 这是菲律宾方面转述的二手信息 真实性有待考证和观察 目前为止 虽然菲律宾方面一再要求 让美国直接下场帮忙进行补给 但是美国仍仅仅仅避免直接下场帮菲律宾为坐摊军舰提供补给 目前提供的支援限于行动规划和情报分享 当前美国希望南海天天出事 但是还是不希望南海出大事 因此我不认为美方现在会直接采取上述的措施 或直接派船进入仁爱礁海域协助菲律宾进行补给 和进行船只修复 如果美方真这么做 那无疑就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海上对抗和威胁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要三色考量的 那如果美方只是提供建议啊 让它成功的修复了坐摊的船只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 这种建议 建议呢相当于美国跟菲律宾当参谋嘛 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我觉得我们不必理会 外交上抗议 好的 谢谢胡博主任 那么挑衅绅士的同时啊 菲律宾还妄图另起炉灶 自定南海行为准则 当地时间11月20号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夏威夷发表演讲时宣称 菲律宾已经主动接洽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希望制定有关南海的单独行为准则 并希望这能够进一步扩展到其他东盟国家 马克思还表示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要求菲律宾和盟友与邻国加强合作 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行为准则却谈判进展缓慢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号回应称 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和东盟国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一项重要任务 任何脱离宣言框架违背宣言精神的做法都是无效的 马克思宣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行为准则谈判进展缓慢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上月23号到26号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北京举行了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1次高官会 以及第41次联合工作组会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 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形势全面有效落实宣言 海上务实合作及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会上还宣布正式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暗闻三读 同意加快推进准则磋商 争取早日达成有效富有实质内容符合国际法的准则 南海行为准则旨在位在南海有利益的国家提供一套机制或行为规则 中国与东盟一直就此进行积极磋商 今年7月准则第二轮审读按原定计划完成 同时签署了加速准则达成的指导方针 随着第三轮审读的正式启动 向地理范围 岛礁建设 油气开采等前两轮审读 并未设计的核心问题 都将一一进入磋商范畴 这也意味着磋商真正进入到深水区 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可能不愿尽早达成准则 分析指出 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等南海声索国 有意抓住准则达成前的窗口期 同时利用美国选边站的南海政策 实施单边行动来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 好 我们继续要对话的是胡博主任 南海行为准则暗闻三读 是刚刚启动不到一个月 菲律宾就拉拢其他东盟国家来自定准则 首先想问这是个虚招还是个实招 行为准则这么好定吗 它的目的是什么 会给现有的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进程带来怎样的干扰呢 这根本不是招 这是马克思总统自己释放出来的消息 我觉得属于开脑洞 他自己本身可能就没搞清楚 南海行为准则是什么 菲律宾外交部今天表示 好像不是很清楚 所以更不要说这个 马来西亚和越南会有回应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影响天开的一个举动 那马克思这么做 无非是继续在南海影响制造噱头 保持热度 彰显自己的所谓外交努力 在外交上天天在挑衅中国 天天展示自己的强硬 准则磋商一开始就中国多蒙社会的多边谈判 如果中国都不在里面 中国的因素作用不可或缺 如果你离开了中国的参与 那就不叫准则了 所以菲律宾频频频在南海挑衅 无端制造外交和娱乐话题 它只会干扰准则磋商的进程 最终损害的是包括飞兵在内的南海各沿岸国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个南海其他深所方 我觉得看得很清楚 他们不会有任何严肃的回应的 这个就是个玩笑 好的 谢谢虎波主人的解读 南海本无事 有人要搞事 在这里也是禁告菲律宾某些人士 请神容易送神难 菲律宾企图斜阳自重 不过是一厢情愿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哈与双方达成放人换停火的协议 袈裟地带将迎来四天的停火 内塔尼亚户放话称 战事仍然不会结束 直至消灭哈马斯 短暂窗口期之后 蚂蚁冲突会将如何博弈 好 接下来进入全球眼 今天凌晨 以色列和哈马斯双双宣布 已经达成协议 同意临时停火 并且互相释放部分的遭扣押人员 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 在22号表示 加沙地带将于当地时间的 23号上午的10点起停火 根据协议内容 哈马斯将用该组织扣押的 约50名人质 交换被关在以色列监狱里的 150名巴勒斯坦人 哈马斯可能还会根据 同相关国家达成的协议 释放外国人质 另外 哈马斯每多释放10名人质 停火时间就会增加一天 按照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的要求 协议内容还将包括 允许红十字会探望 尚未被哈马斯释放的人质 以及向加沙地带提供药品 哈马斯也在22号凌晨发表声明 确认在4天内分批放人 声明还称 以方承诺在临时停火期间停止在加沙地带全部地区的军事行动 以方飞机暂停在加沙地带南部上空飞行 在加沙地带北部上空每日停飞6小时 另外 以方将确保八方人员能沿着一条主要道路 从加沙地带北部自由前往南部 参与斡旋的卡塔尔证实了双方说法 除卡塔尔外 埃及也参与了临时停火谈判斡旋 美国总统拜登22号对达成协议表示欢迎 向卡塔尔和埃及领导人致谢 相关话题 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了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东研究室主任 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王振 一起来讨论 你好王先生好 我们非常关注巴尔的这次的临时停火 因为之前从双方释放出来的 各方了解到的信息 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艰难 但现在不管怎么样 有这样的消息释放出来 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是一个怎样的背景 最简单的讲就是 双方都出现了停火的需求 从这个我以前谈到过 就是战争开打了之后 那么哈马斯其实他对战场是没有掌控权 掌控权是在以色列手里 那么以色列为什么同意呢 这很简单 因为在过去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 不管是在解救人质方面 还是在摧毁哈马斯方面 都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 那么同时呢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量的无辜的平民的死亡 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色列面临巨大的国内外的压力 所以他现在有一种就是停火的需求 因为一方面通过停火 可以去互换一些人质 因为人质也本身是他军事行动的 有很大的障碍 有个顾虑这样子 另一方面呢 缓解国际社会对他的压力 同时调整下一步的这个军事部署 那么对哈马斯来讲 就是他虽然先发动了这个冲突 但是哈马斯本身现在已经被打得够呛 所以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这个停火 来缓解他的人道主义危机 比如说获得一些食品药品 包括这个染料等等 同时包括一些这个商员的外运 也包括不排除哈马斯的一些 有生力量的这个 就是往外的这个这个转移等等 同时还要向国际社会展示 他不是一个和谈的一个障碍 就他愿意有这样的诚意来打政治战 就愿意来去参加和谈等等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双方都有这种需求了 而且这个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是的 那虽然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公开的消息 说在当地时间的明天上午10点 就会开始执行这个停火协议 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它会不会有变数 比如说像以色列方面的消息 就是说任何以色列人 只要不满意这个效果 他就可以向以色列的高等法院来要求 比如说停止这个停火协议 而在这个过程 只要他提出了这个质疑 相关的人质释放的工作就会停止下来 要等到一个结果出来 所以像类似于这样的因素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因素 您觉得就是干扰这次临时停火协议的变数多吗 变数当然是还会有一些 比如说其他的偶发性的攻击 或者是交火都可能会造成整个的中断 因为信任是非常脆弱的 但是总的来讲 我觉得因为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 那么以色列试着这样的条件 更多的其实是表明 他有随时中断停火的先决权而已 更多的是给他自己的台阶下而已 因为我们也看到 他这个停火协议 其实是整个内阁讨论通过的 虽然很艰难 但是总体通过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 不管是对以色列还是对哈马斯 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即便看上去规定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不停火是真的不行 我们稍后继续来讨论 四天的临时停火之后 持久停火究竟什么时候会到来 也是各方非常关注的 那么从以色列方面释放的信号来看 似乎目前是看不到曙光 内塔尼亚胡已经放出话来 说将会在协议到期之后 就恢复空中和地面的行动 直至彻底消灭哈马斯 而在临时停火正式开启之前 以色列的行动也仍在继续 从昨晚到今天 加沙多地遭到了乙军的袭击 当地时间22日早上 加沙上空响起多起爆炸声 被毁的建筑物上空 升起滚滚浓烟 昨晚 以色列还分别对加沙地带中部的 戴尔巴拉赫和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分别发动了袭击 两次袭击已造成近30人死亡 近日 以色列方面多次表示 在加沙北部的军事行动结束后 将很快在加沙地带南部 开展地面行动 并呼吁汉尤尼斯的居民撤离 但随着170万加沙地带居民南撤 目前加沙南部人口已超过200万 外界担忧 以方下一阶段的军事打击 将造成更大人道主义灾难 与此同时 以方针对西法医院的搜寻行动 也有进展 昨晚以色列军方发布了两张照片 显示位于某条隧道中的一扇门敞开着 义方表示 这是西法医院地下一条哈马斯军用隧道 义方已经突破了隧道尽头的防爆门 此前 义军一直声称 哈马斯的一个指挥中心 就在这家加沙最大的医院下面 西法医院附近的建筑物也受到怀疑 而在约旦河西岸 从昨夜到今晨 义军也在多地展开搜捕行动 包围了图勒凯尔姆市的一家医院 并在当地一个难民营 与巴勒斯坦人爆发激烈冲突 造成至少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多人受伤 外界非常关心 在这个四天的临时停火期间 这个巴以双方的军事力量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王强 王强你好 那么在四天之后 这个以色列行动的侧重点 在您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另外您觉得哈马斯会利用四天的窗口器 做怎样的应对准备 首先我觉得在当前形势之下 四天能停下来当然是好事 但是就我个人而讲 对这四天的停火不抱乐观的看法 因为我们知道从巴以冲突 特别是哈马斯与以色列的直接冲突 2008年以来已经爆发了八次之多 其中多数冲突最终还是达成了 某种程度的停火协议 实现了短期和平 但是也有一些冲突 相当一些冲突 最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 根本没有办法执行 比如说2014年以军发动的这种互认行动 8月1号双方同意临时停火72小时 但是实际只执行了两个小时 第二次8月11号 五天的停火协议结束前半个小时 双方再次大打住手 2021年的冲突同样也是这样 5月20号双方达成停火 但是仅仅数周之后冲突再次爆发 并且一直持续到当年的9月 那么从上述这些过程来看 这次四天的停火 实际上我们也不能保持 同样的一个单纯的乐观 因为在双方矛盾没有得到 根本性解决之前冲突会随时爆发的 这个根本性矛盾 就是我们中方所说的巴勒斯坦方面 没有生存权 回馈权和坚果权 在两国方案落实之前 这个问题基本无解 特别是以色列方面 对加沙志在必得 内坦尼亚胡本人公开宣称 以色列现在处于战争时期 那么这种战事状态 对于维护利库德集团和他本人的政治利益 是有明显好处的 特别是肃清加沙地带 这种根本性的威胁 以色列方面恐怕获得的 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利益 更多的则是地缘战略利益 也就是说接下来这种脆弱的停火 一旦破裂之后 那么双方再一次爆发更激烈的冲突 是可能性非常之大的 主持人 好 非常感谢王强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在关键时刻 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 也正在加大斡旋力度 想把哈以双方都拉回谈判桌 就在临时停火协议达成的前一晚 金庄国家领导人召开特别视频峰会 共伤巴以问题 并且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声明包括敦促立即实行持久的人道主义停火 强调必须防止中东冲突扩大等13点的内容 近日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 也都是派出了联合代表团 开启他们的国际斡旋之旅 并且将访问的第一站放在了中国 与中方就推动巴以冲突降温 来深入的沟通 此前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还举行了一次领导人的联合特别峰会 通过决议要求打破对加沙地带的围困 此外为了防止局势升级 像卡塔尔埃及等地区国家 也是加大了外交斡旋力度 中东多国政要是频频发声 呼吁双方停火指战 那这轮冲突已经持续一个多月时间 它的规模伤亡人数 外溢影响等等都超过以往 分析人士认为 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之下 中东地区格局将会更加的复杂 冲突爆发前 中东地区在与以色列关系问题上 主要分为三个阵营 一贯与以色列对立的伊朗 及其盟友叙利亚 伊拉克 黎巴嫩等 埃及 约旦 阿联酋等国 则已经与以色列建交 此外沙特在美国推动下 正寻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则起伏不定 冲突爆发后 多国逐渐统一立场 一致谴责以色列的战争行为 力挺巴勒斯坦 与此同时 以色列与地区一些国家矛盾加剧 处境越发孤立 以总理内坦尼亚胡坚持消灭哈马斯 并誓言在必要时坚决对抗世界 对此 一些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官员认为 以色列忽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 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教训 可能会陷入长期暴力冲突的泥沼 此轮冲突还在进行中 分析认为 中东地区格局 未来或将发生重大变化 只是这种变化的具体形式 现在尚不明晰 好 我们继续来对话 在演播室的王振主任 就像刚才报道当中说的 分析一下中东的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 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 可以分为几大类型 那么在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大家对以色列的观点 就观点上 它有一个趋同的状况 但是依然有温差存在 就到底怎么来应对以色列 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做法 有的可能会激烈一点 有的可能采取相对温和的状态 所以我想倾听您的分析 您觉得后续随着时间的推移 像这样的温差 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说是持续扩大 还是会逐渐缩小 这个倒很难给你做一个 就是很精确的一个预测 总的来讲就是 国家之间 它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一种常态 国际关系的一个常态 因为它的立场利益不一样 如果从历史来看 就目前跟巴一冲突关系 最密切的阿拉伯世界 它的这个泛阿拉伯主义 已经已经走向了衰落 或者向了衰尾 跟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是完全不能比的 一方面是因为出现了代差 就是新的一代的领导人和民众 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 那么还有一个绝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 也对这个东西感到厌倦了 他希望就是构建一种正常的关系 然后发展它自身的这个经济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 整个阿拉伯世界 在这个问题的立场正在去同 正在加强协调 是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 中东的其他的非阿拉伯的 伊斯兰国家 特别是土耳其和伊朗 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强硬的 那么他们的立场 其实会迫使很多阿拉伯国家 同样采取比较前岸的立场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就虽然说 整个阿拉伯世界 他在这个范拉伯对于衰微之后 对这个问题呢 就没有以前那么热心了 但是在民间 对巴勒斯坦同情和支持 还是非常强烈的 这也是整个阿拉伯国家 在这个恢复和伊斯兰国家 关系上或者说 重建和伊斯兰国家 关系上非常谨慎 非常这个小心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民间的基础 所以也迫使他们 在这个问题上要比较谨慎 那么另外就是整个全球南方 现在也是在这个问题上 表现出了很强的一个姿态 所以这些因素呢 总的来讲 迫使整个阿拉伯和这个伊斯兰世界 加强了协调和团结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势头呢 短期里还会存在 对 大家都非常关心 中东地区的长期的和平稳定 事实上在这个地区当中的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如果能够团结 将是解决 将是保证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 最大的一股力量 所以通过这一轮的巴以虫 真的希望这样的和平 可以凝聚起来 团结的力量会出现 那大家非常关心 回到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四天的临时停火 会不会 当然它不会直接带来 持续的停火 但会不会以某种的程度 来促进持续停火的发生 毕竟您看 刚才我们也报道例举了 这个包括金庄国家的特别峰会 包括其他的国际力量 它都在积极的斡旋 所以您也分析一下 有没有可能 即便可能不可能马上到 但会不会通向这个方向 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完全存在的 但是我个人目前的判断 这就是我们目前可见的信息 来判断的话 这个可能它就只是一个临时停火 停火的主要目的 就是刚才讲的双方都有需求 它主要是解决人道律危机 缓解国际社会的关切和压力 或者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那么同时进行一些人质的交换 包括一些囚犯和人质的一些交换 它其实的目的是很简单的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临时停火 是因为这次的讨论可能还没有涉及到 战后的停火的安排 更不要说战后的和平的安排 因为它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讨论 更没有达成共识 所以双方的分歧还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你可以说它每一小步 都是通向最后的政治解决的一个过程 这也可以这样的理解 但总的来讲 我觉得可能就目前来讲 这个停火还是非常脆弱的 对即便非常脆弱 但它依然很珍贵 就像您说的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最后可能会达成一个积极的成果 因为无论如何来说 尽快的停火止战 让当地和平下来 让妇女儿童不再普通平民 不再遭受战争的杀戮 这是最为重要的 也是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 好 非常感谢王敦主任来做客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重要新闻 朝鲜方面今天宣布 当地时间的昨晚22点42分左右 在平安北道铁山郡西海卫星发射场 使用千里马一型星型卫星运载火箭 成功地将侦察卫星 万里进一号发射升空了 那么这颗星将从12月1号起 就正式开始执行侦察任务 朝中社的报道就说 火箭沿着预定的轨道正常飞行 在发射之后经过705秒 顺利地将卫星送入了轨道 在这一次的发射成功之后 朝方还将在短期里头 再追加发射几颗侦察卫星 那么这次发射是朝鲜今年的第三次发射 万里进一号卫星 此前的两次发射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那么朝鲜射星成功 韩国是迅速做出了反应 韩国总统引西越今天就批准 部分停止919军事协议条款的效力 韩国总理韩德珠 在当天举行的临时国务会议上就说 这个动作是为了维护 韩国国家安全采取的必要措施 部分效力终止之后 韩方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一带的 对朝侦察监视活动就将会立即恢复 时间回溯到2018年的4月 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之后 双方达成了919军事协议 其中就明确规定朝韩在边境地区 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并且设立禁飞区 好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再见